总共的骑行是16公里 一边品酒的一边看这个 哇 这块地呢 都属于一个人 哇 她曾经在通用公司工作 然后现在呢 在这里买了一块地 搞了个酒庄 还对把她的私人的小山包啊 小西啊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来玩 然后呢 这个入呢 也是我们自己随便瞎走走出来的 反正就是一片野外吧 然后这里面它有这个铁丝网围住 说这个就不对公众开放了 但从我们刚刚就是我们车下榻的地方 走到这边也走了快半个小时了 那所以这里面呢 可能它会有设一些叫做陷阱来捕一些野生的动物 或者是里面有很多野生的动物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尊重就是主人 那我们也不会去翻阅栏杆 因为这边已经够我们玩的了 去年呢 我们一起去探索了很多国家公园 那我们今年来探索一些农场 酒庄 还有一些公共的这样子开放的区域 那所以我们sign up了一个app 超级有用 就是你通过这个app 你就可以探索这样子一个地方 然后你住在这边是完全free 就是你拉着你家的车 或者是怎么样 你就在这边露营 然后它开放给你 然后就整个山整片地都是你的 然后你呢 如果真的要付钱呢 你可以捐款给这个当地人 不捐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家呢 喜欢就是来这边品酒吧 那品酒的费用 我们知道Napa Valley 就是Napa那边的酒庄 我那时候去好像42块钱美金吧 几年前了 但是五六年前吧 那现在呢 我所知道就是 在我们这片区域 虽然离Napa可能开车也就半个小时 但是这片区域所有的上百个酒庄 同一价都是10块钱 然后你可以品五款酒 所以说真正在这里 你要付的钱可能就是意思意思的费用 意思意思的费用就是10块钱 每个人 今天晚上呢 我们也有一个品牛的盛宴 因为他们刚宰了一只牛 所以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 他发给我们的作为会员的这个email 说我们有这个品牛大会的汉堡包 汉堡包晚餐 你们要不要加入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也不是很贵 就是一个人25美金 那我们也蛮期待的 现在是晚上的五点半 然后我这边有三位工作人员 开始帮我们准备今晚的汉堡大餐了 然后他们会用 这边一个小口的大汉堡包 像一只烤上的餐 这边是个水鸡 这边就是长在这里的牛 我们宰了 然后做成的肉酱 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沙拉 哇 非常好吃 蜜 对 для我 是完蛋 现在你喜欢иса 是的 也很香 很开心 我喜欢它 我喜欢这些优酸 但是 就很香 这些优酸 我们喜欢 溜出来上洗手间的功夫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晚餐呢实际上都是会员嘛 不是特别大的规模 有的时候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然后对这个burger蛮好吃的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小型的社交活动吧 刚才呢大家就那边交流 说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是做什么职业的 居然换起了明天来 挺好玩的 就我们同桌的 他们也喜欢骑单车 然后对我们就差不多交换了一下明天 特别好玩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说不定就一不小心 就你出来玩吧玩吧 然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吧 然后聚在一起吧 还真的可以做成一些事情 好吧 那就先这样祝福大家都有很好 就很enjoyable的周末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